龙马合体转圈打球 基建姐妹花香江轮剑 混双冠军花式打羽毛球 12月4号 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防岗疫情 进入了第二天的活动 29名健儿和三名教练员 分成三组人马 在当天上午参加了不同的交流活动 其中乒乓球名将马龙 许昕 基建女神孙一文等多位奥运冠军 来到伊丽莎博体育馆 为市民们献上公开表演 也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 而水上项目奥运健儿 则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游泳池 为香港市民示范跳水和游泳 当天上午 大批香港市民早早赶来 在场馆外排起场队 准备一睹健儿们的风采 当日上午时时许 健儿们依次出场亮相 并逐一为观众演示 各自项目的魅力所在 东京奥运会羽毛球混双冠军 王毅律、黄东平两位运动员 频频打出高难毒球 手足惊人 甚至还在接球过程中 表演旋转一周 反手接球等动作 引得观众振振欢呼和掌声 东京奥运会男子体操 双冈冠军邹靖元 则演示了在双冈上 做倒立引体向上 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 当被问及成为奥运冠军 有什么条件时 他回答说 自己能成为世界冠军 与国家的强大密不可分 比如我自己 也是从小地方 算小地方 然后走到世界的舞台上 我觉得缺少不了 国家的城堂 还有他的选拔 在基建奥运冠军 孙一文的上场环节 香港基建队的奥运冠军 张家朗也一同现身 为表演赛担任解说 两地金牌获得者的同台画面 再度引发现场观众热情 随着国家队乒乓球名将 马龙与许欣的压轴上场 全场气氛也被推上高潮 两位奥运冠军 为观众捧上技艺高超 又不是趣味的精彩表演 还与香港本地运动员搭档 进行了一场双打友谊赛 看得观众大呼过瘾 马龙更是在现场鼓励 香港乒乓球运动员 我相信这次奥运会 香港运动员的成功 获得最好的内装 我们会为香港变得 香港车一定会带来 信任很多年轻人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当然这句话我希望 你比自己想象中更强大 不少香港市民在观演后表示 国家奥运健儿的到来 带动了香港的体育热 也让香港民众感受到 国家的发展与进步 自己都有玩变班球 我觉得来看看马龙的话 见识一下那些技巧 也很有意思 我认为是真的可以 带给香港人一个很大的信心 带给家庭有很大的信心 小童可能和比赛波 和其他运动都有一定的作用 可以通过体育这个平台 然后让两地有更好的交流 然后大家通过体育 更好地了解 这个奥运健儿奋勇争先的精神 也够能够让香港市民感受到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吧 对于年轻人就多点 演出国家 同国家一起进步 中国加油 香港加油 当天下午 东京奥运会奥运健儿代表团 参与在伊丽莎博体育馆 举行的奥运健儿大会演 本场大会演包括体育表演 互动游戏 大合唱等环节 活动吸引了大量香港市民入场观看 不少市民挥舞着国旗和区旗 不时对演出暴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也到现场观看 据悉 此次内地奥运健儿访港交流活动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国家体育总局 香港中联办主办 中国香港体育协会 即奥林匹克委员会协办 旨在进一步增进内地与香港间 包括体育在内的人文交流 由香港由香港人训统 郑月娥 中文elle 具体是